照片里老两口身后灌木丛里放着的黑白相间的胯包 就是装着老两口救命钱的包 14号那天 于大爷带着老伴来沈阳看病 老两口光顾着拍照 压根忘了把包放在灌木丛上了 等想起来的时候再去找 就发现包已经不见了 于大爷老两口甭提多着急了 最近这三年都没收入了 就是卖粮这点钱都带去了 给我救命的钱 丢了我这天晚上 找到一点半 没有钱住旅店 就在桶桌底下住的 跨包里有8500元现金 两张身份证和两张社保卡等 包丢了于大爷老两口赶紧报着警 民警调取附近监控发现 于大爷老两口的包是被一名大姐拿走的 直接看着一袋子又过去了 那是嗓我一下 看追印什么东西 视频中这名大姐 骑车路过灌木丛的时候 发现了于大爷医师的包 把包拿起来翻开了一圈之后 直接把包放到了车筐里 骑车离开了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并且把于大爷老两口送回了家 咱们把包拿起来翻开了一圈之后